蓝染是中国一种古老的硬染工艺,已有上千年历史。 在许多人眼里,蓝染只有一种颜色。 而在贵州省荣江县,一位名叫赖雷的洞族妇女却能将蓝染染出24种色调,让蓝染有了第一份色谱。 4月16日,记者来到贵州省荣江县三宝洞寨中,赖雷的纺织作坊,探密24节气染布的制作过程。 当天,由于谷雨将至,赖雷正在准备谷雨节染布的材料。 她说,由于受到母亲的影响,从小就喜欢纺织手工艺。 大学毕业后,她做过乡村教师,工职人员,最后还是回到了织布和染布上来。 赖雷说,传统洞族人生活场景比较单一,与纸箱匹配的土布面料也没有几款,而且都是单一的一种蓝色调。 纺织作坊开久了,她蒙发了创新的心思,想要调出一份蓝染色谱。 在长时间摸索中,她发现在不同的温度和气候条件下,所染出的蓝色都会有所不同,于是就分别在春风、谷雨、夏至、大寒等24节气时,江部染出了24种不同的蓝。 秋天的蓝,因为它非常的沉粹,而且它可以染出蓝蓝,还有藏青蓝,还有大海的蓝色,海蓝。 主要是它的气候,为什么?它白天的气温比较高,然后晚上的气温它比较凉,它的温差会在15、16度这样子,早晚的温差。 所以它晚上会很安静地调,然后春天的蓝呢,因为它有雨水,它还是偏粒的,但是夏天的蓝,其实按道理来讲,夏天的蓝色特别灰。 为了让不同时期的染布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,蓝雷开始根据中国24节气来进行染布。 24节气是中国农历中表示季节变迁的24个特定节令,可以体现出时间和环境的轮换,所以在24个节点上染布料,会得到明显不同的蓝色调。 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,为了记录这个,我们进行了很多种,就是每到一年要染这个,染这一年的节气,我们首先要配取所有的材料,都是相同的,包括染色。 就是说,我这批面料,怎么要染了,我前面前几天是哪一天要准备面料,哪一天要调理染缸,然后怎么样放进去,放多长时间,怎么拿出来,都有规定。 然后什么时候喂染缸,什么时候要加泥,都是相同的盖定的时间,然后做了很多的记录。 赖雷告诉记者,在染布的过程中,他需要时刻注意气温、湿度、浸泡时间等,并做好记录,以便染出的布的颜色更为精准。 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,赖雷终于研究出24节气染布,让一块蓝色布料有了不同的符号。 2017年,24节气染布因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,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,而它所生产出来的文创产品,也得到了很多商家的青睐。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,把它做成一本书,里面记录它是怎么染出来的,让年轻人,让很多人看到了以后,他不用去走弯路,他就直接就这样染出这个颜色,这是最好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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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